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涨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赚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东欣 经过了228的假日之后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果然如果在礼拜二 今天礼拜四嘛 在礼拜二晚上的直播跟大家分享 因为前一天礼拜一融资增加了24亿 所以礼拜二不把这些融资杀一杀 真的不行 就大家本来担心 也没,国际股市也没怎么样啊 就礼拜二的走势呢 盘中高点本来涨70几点 盘中竟然跌了190几点 高低点差了270点 那在礼拜二洗盘之后呢 今天果然如我们预期 今天大盘涨了140几点 增加量也来到4100多亿 所以我在昨天晚上的大计划 特别提出来 礼拜二是换手洗融资 融资减了十几亿 对,融资减了十三亿 短线筹码被洗下车了 那因为昨天美股不怎么样 提醒大家 早盘压低,不要追杀 那反而可以留意法安进场 而套牢的股票逢回进场 逢回可以吃法安豆腐 那今天的盘是呢 可能也 让大家很意外 因为礼拜二的走势 看起来真的盘很烂 今天的盘又把大家觉得奇怪了 今天盘怎么变成这样 股市也没涨啊 所以 很明显在礼拜二那天 就是在洗融资 那今天的盘是呢 表现真的还不错 各类族群呢 都有上涨的股票 而且 我们今天又有四档涨停板 又有四档股票涨停板了 当然重电也是 例如说重电啊 散热的啦 都是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 持续跟大家追踪的 所以 个股 和大盘你真的必须分开来看 因为 即使今天大盘涨了100多点 有的股票还没涨 没涨的股票也不少 所以你要踩对节奏 如何踩对节奏 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美国股市 在 昨天 倒琼表现还不错 不过你看到了 这是平盘嘛对不对 倒琼算是有拉下线 倒琼是下线蛮长的 算是一根红黑 那其他的其实四大指数全部都收黑了 因为这里是平盘嘛对不对 美股四大指数全部都收黑 费半跌幅比较大 那美元指数往下贬值不过台币 这台币还在贬值 这个就是 令我觉得必须 提醒投资朋友 当短线上 如果今天涨的股票 拜托明天再涨就不要追了 短线上我个人建议 来回操作会比 持续的勇敢追高来得好 尤其是 你可以注意 盘整形态刚刚突破 而法人进场和套牢的股票 就像我昨天大世界话提到的 来 道琼 我说 道琼创了新高你看 是不是已经两次背离了 这里再创新高 没过 这里创新高又没过 所以 他回来修正过热的指标 蛮正常的 蛮正常的 所以你看道琼 背离 标普 也背离呀 对不对 标普也背离 纳斯达克 也是背离他创新高 KD还是没过 对不对 费半也是背离 费半也背离两次跟道琼一样 所以美股说这个地方要再喷出 看看吧 如果真的过了 那这里如果比这里高 那又另当别论 所以操作上 美股既然指标过热 要修正背离的 状况 短线上进入震荡也很合理 台北股市呢在 礼拜二 一个震荡之后 轻的拉起来 你看 所以我常说 唯有领先才是赢家 美股 高点 也如我的预期 你看一下 大盘这一波 创新高 今天又创下历史的收盘最高点 虽然没有创 破断最高 但是创下收盘的历史高点 你看 去年的11月20号 当时大盘还在 17210 17210 跟现在差了1800点 当时我就说这里是主升段的主升段准备开始 当时去年的高点17463都还没过 我说这里过是小菜一碟历史高点18619一定要过的 一定会过的因为 这一段 123这里是主升段的主升段 这是去年11月20号我就提出了到现在 已经差了1800点 是完全入一期 完全入一期对不对 好 那再来回答起账点 也就在1月5号 1月5号全市长 我最先提出来回答这个变化开始涨 就回答真的从这里 涨了多少 涨了67.8% 虽然 有没有是不是正当 我在节目里面特别提到 这两天我会 做 回答的部分调节 有没有 我是不是提前预告的 对不对 我在直播也这么说 如果有回答的 美股 这两天冲高先调节一部分 真的下来了 是不是真的下来了 真的下来了 对 所以你要成为赢家 要 领先全市场 那如何领先全市场 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来 所以你看 去年 废办的低档 去年 回答的低档 就在去年的10月31号 就是 拜登禁运 50亿晶片禁运的时候 当时我 也是 我最早提出来 废办低档背离要开始涨 对不对 废办低档背离 将止连反台 我最先提出的 再来是 新台币高档背离 要支边转生 昨天才跟同学吃饭 一个同学说 哎呀 不知道 我在 去年的10月份 提出来 新台币这个地方 高档背离要下来 下来是升值 那位同学呢 拼命把台币就换了美金 我说 我的节目 下次锁定吧 昨天 晚上跟他吃饭 他蛮痛苦的 因为 他说 那我放的会不会几套 我说很难 真的很难 新台币扁回来 哪那么容易啊 对不对 新台币这一波真的升了5.7% 那位同学在 这个地方 32以上 拼命就把台币换成美金 真的是可惜了 还硬拗 你看 所以 要成为赢家 你必须领先全市场 那现在 令我比较担心的是 这里新台币竟然在打个头肩底 当然这个警线看起来还没完全站上 压力区 这来到压力区 只是 台北股市在创新高 新台币竟然在贬值 这一点倒是 蛮令人意外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资金的流向 当然看起来 这一波呢 内资主导还确实比较厉害 外资常常动辄得救 看了常常去追 隔两天又停损 外资就追高杀低最厉害 所以 尽量不要去看着媒体 看到外资 未来的目标价 你发现 其实外资在定 高档的目标价的时候 你会发现外资在偷偷 外资把目标价调低 你会发现 其实外资在进货 所以 那些消息真的不要看 我个人看法 你就看量价筹码 看着我们系统的讯号 这样子来操作 就好了 你不用每天随着新闻 随着消息起舞 那很容易跟着市场的情绪和气氛 去追高杀低 来 那德国股市 其实在昨天还在创历史新高 德国股市算蛮强 台北股市创下历史收盘新高 也不是 全世界唯有台北股市这么厉害 你看德国股市在创新高 法国股市其实上礼拜也在创新高 只是这两天 这几天在整理 日经指数呢 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进入整理 你看 日经创30几年新高 民国79年的高点 那个时候 终于过了 隔了30几年 终于过高了 真的是厉害 南韩股市在 今年高点 南韩还没创历史新高 在今年高点 过高之后 拉回来做整理 所以各位你要关注的是 其实是新台币的汇率 那今天加捐指数你看看 礼拜二一跟长黑 今天变长红 只是高点差一点也没过 台北股市今天算是蛮厉害的 KD指标下去勾起来 你看到 84.48 电子率稍微弱一点 77.41 电子 礼拜二 算是中黑 今天的红棒稍微短了一点 集中市场比较长 OTC最长 OTC今天大震荡 今天长红几乎收最高 OTC的KD指标86.28 也是三大指数里面 KD指最高的 所以你看OTC的波段结束没有 没有啊 你大概等到这里吧 对不对你看 这里是不是高档背离 这一波 对不对 前一波 去年11月份 到12月这一段 这个最高点 你等到 OTC 出现这种状况 你在这个地方再调节都还来得及 有没有 创新高背离MACD副向就在这里 最好的卖点大概在这里和这里 有没有 KD交叉MACD副向 最好的卖点在这里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 如果看到OTC MACD转付 再来紧张都还来得及 有没有 这里 这里 都还来得及 所以 其实操作很简单 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今天是礼拜四 晚上又有直播了 所以晚上的直播大家锁定啊 因为 直播是一个互动的状况 不是现在是单方面的 我跟各位之后讲解 和分享 直播你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所以晚上的直播今天晚上到10点10分 你就锁定啊 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扫码QR Code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来 你加入我们的好朋友LINE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每天的大世界化 每天的盘前叮咛 昨天晚上的大世界化 今天的盘前叮咛 都是建议大家开地不要乱追杀 今天开地是要找买点的 对不对 那还有每天的筹码表格 还有我们强弱势鼓的温度计 那老师那强弱势鼓温度计要怎么用 因为 现在节目时段可能也有限 晚上的直播 会跟大家做分享 来 那怎么样看到大世界化呢 很简单你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这个 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世界化筹码表格 或者点击 手机中间下方有没有 强谷温度计啦 大世界化 这边你都看得到 来 每天都跟大家复习一下 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是怎么看对趋势 很简单 你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去年 10月底 11月初的起账点 是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 对不对 美元要贬值 新台比较升值也是在去年10月底 也跟大家分享 甚至 今年的 1月5号 灰达要开始涨了 也是我最先提出来 红棒还没出现 1月5号到 上礼拜 已经涨67%了 是不是也是我率先提出来了 所以 你要 看对方向 锁定我们的节目 再来 选对股票 当然更重要 怎么选 我们不是指标交叉 我们是 透过量价筹码打分数 再来就是遵守几率 把这三件事情做好 你就会是市场的赢家了 来 怎么选股 量价筹码 打分数 听清楚我们是用打分数的方式 他绝对不是指标交叉 因为 指标交叉太容易了 每天指标交叉股票多少 你学了技术分析 你稍微懂得指标交叉 你发现 指标交叉也不一定很准 对不对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概念 你有这样的经验 那怎么办 因为 标股的指标 都交叉 但是指标交叉 不一定变标股 是不是 那怎么办 标股他一定有标股的条件 所以量价筹码打了分数 必须配合 加权平均之后 达到95分 才有那个 支优生的 资格 所以帮各位 用软体挑出来的 都是 量价筹码达到95分的支优生 他成为标股的几率就很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很开心 中兴电 今天重电是不是很强 我们什么时候说的 2月16号 新春的第二天 红盘是2月15号嘛 红盘第二天 就长红啦 封关前还震荡洗盘洗了三根 洗了三根 2月16号 新春红盘第二天长红来 2月26号 第1根涨停板 24%多了 来 今天又涨停板 35.7% 要不要拍手一下 对不对 这里都不用买 这里再买就好了 这就是 超盘手的概念 我们不会来布局的啦 布局你这里一个月 一个多月两个月 有很多股票很涨爆了 对不对 你把资金放在更有效的地方 这个就是资金有效的应用 你不是买在低档 不是买在盘整 你是买在起账 懂了没有 中兴电今天第2根涨停板很开心 那市电呢 市电没有涨停 不过今天市电很厉害 市电是2月1号出现讯号的 2月1号 来 2月21号 已经三根停板 2月21号 三几% 已经三根停板 22号 再一根 三根停板 来 到了26号 已经53%了 今天又一根红K但是市电 还没过高点 185.5从121到185.5 53% 50几%了 50几% 50几% 就是100万进去 变150万 多久 一个月 对不对 一个月嘛 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选股票 要买在起账点开不开心 当然开心嘛 买在盘整区呢 很痛苦 经常是 盘整区终于突破了 你会卖在这里 因为终于赚钱了 老师我等了一个月 终于赚10%卖掉了 卖完之后买不回来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都有这种经验 那为什么不买起账 老师起账那个叫做追高 这就是投资朋友一个观念 我们的逻辑是 买高卖更高 我不是买地卖高 买地卖高是左侧交易 我们是右侧交易 我们买高卖更高 我们买起账点 卖转弱点 所以这个就是 超盘手的逻辑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法人也是这样做的 不会动的股票 他就不买啊 为什么 因为 他比绩效啊 我是超盘手 我跟其他经纪比绩效 如果我买了股票 一个月都不动 别人买中心店 我买在市内买在这里 那不是绩效落后一段吗 你当然 那为什么这段一直涨 反一直买 为什么 因为买进去有效率啊 有绩效 懂了没有 这就是超盘手的概念 你要学起来 老师我很难做 我也学不起来 那很简单啊 我们APP带去 你看了信号号就会做了吧 是不是 你看了信号号就做了 很简单 来这是哪一档生物能源 今天都是 重电的啦 节能啦 对不对 生物能源今天很开心 来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2月26号 2月26号买了 有没有 这工期涨停了 我们是2月23号买了 上礼拜五吧 上礼拜五买的 2月23号买了 就26号 礼拜一他就涨停 对不对 礼拜一涨停 26号在这里买了 所以我比较喜欢买黑啦 结果26号 就礼拜一涨停 今天呢 来 今天再创新高 不是 27号是礼拜二 今天29号又涨停了 有没有 27号在这里 礼拜二 今天 29号 28号放假 29号他又涨停了 今天是第二根涨停 21% 我们买进去21% 其实就启动来看 已经39% 不管是21% 或者是39% 他就是一个启动之后的波段 波段操作 你都不用问我 比如说直播的时候 你不用问我 老师那深微可不可以报 我是一定报的啦 我们也还在 我们会员还在呀 重点是 我们卖掉的时候 不可能卖在最高点 因为我们既然我们不会买在最低点 我们也不可能卖在最高点 但是如果 我们把 鱼头鱼尾巴去掉 我吃中间最好吃的那一段就好 懂了吗 我不可能买这里啦 不可能买最低啦 也不可能出在最高 因为你 如果你每天都想出最高的话 很多股票 你慢慢卖完还要涨 你有这样的经验 对不对 所以 你就等嘛 等他转弱 老师转弱都没办法卖更高了 如果你这么在乎的话 你可能这里就卖了 对不对 你可能这里就卖啦 是不是 你这里到这里也赚十几% 你可能就卖了 是不是 你就错过这三天 对不对 所以重点 你要有方法 第一个你要买的对的标的 再来就是 如果有波段 你一定要报一个波段 你才会成为赢家 来 这位农员很开心 今天又已经涨停了 双红 双红也很厉害 来1月31号 这里买了两半啊 跌的时候买了 1月31号 来 21号第一根 21号第一根 2月15号第二根 新冲盘第二根 来 27号就是礼拜 27号 礼拜二 我一直在讲 因为 放了一天假 到礼拜几天搞婚了 29号今天创新高 540 其实今天盘中有涨停 我来不及印 我们贺图也来不及做 今天最高好像是545盘中有触到涨停 其实他今天已经是第三根了 已经40几%了 以540来讲41% 以545来讲应该快45%了吧 我买了这里拉回这天 我买了这天 383 今天540了 今天540几了 是不是 差100多块了 所以实际 实际380万已经差了100多万了 160万 所以这个重点 这里不漂亮 我拉回买的 好 所以来 哪一档 喜红 喜红1月22号起动 所以买起上是不是也很有效率 31号涨停 来 1月30号涨停 2月15号又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最近在震荡 今天 冲上去 今天没有创新高 今天也没有攻涨停 不过 你买在这里 这里震荡你会不会 很想卖 冲上去你会不会又想卖 所以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第一个 你要买起上点 然后没有转动 抱着 这才是个赢家的策略 没有平仓信号 平仓信号出来再卖 因为如果他万一真的有一倍的空间呢 你可能涨 3% 5% 10% 你可能觉得老是20%已经了不起了 对不对 对于拿创作来讲 20%可能已经极限了 但是 但是以系统的方法来做的话 到现在都不用卖 每一档都三五成 是不是 来 这档哪一档 大宗 大宗今天也涨停 好几档涨停 今天涨停卖好几支 来大宗来 我记得在礼拜二的直播 也有人在问 老师大宗怎么看 大宗怎么看 大宗续报啊 是不是 这一天 哪一天抠的 其实这里就抠了 这一天大宗是第一根涨停 震荡整理 哇 爆大乱黑黑 隔天又涨停 第二根 2月20号 来 常上引线 老师 今天又创新高了 33.8% 所以在 礼拜二就这天吧 老师大宗怎么看 大宗续报啊 我说我节目里面都有说啊 你就锁定我们的节目吧 那今天大宗创新高很开心 有没有 三根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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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没有很多啦 不过他也创新高了 大宗也创新高了 所以成为赢家 跟上赢家的脚步 而且 我们筛选很严格 因为要达到95分 就是有些信货人说 老师我的股票怎么没有讯号 他没有达到95分 拍子我就没办法给他讯号 如果 标准降低一点 会造成一个状况 股票就变多了 你就很难选 对不对 那资优生可能就没有那么资优了 他变成标股的机会变少 虽然 可能 标准降低一点 可能可以 提前一两天买 可是股票变多 筛选的机制变差了 那变 选出来变成标股的 比重可能变少啦 所以还是坚持我的原则 我必须达到 95分以上才给他讯号 那来 这样是哪里的 沿通 今天沿通 扁发尾巴又涨停 你看 沿通本来已经三根了对不对 本来爆大量黑K了 本来好像整理 我实际有追踪了 实际有追踪 他今天又涨停了 不过明天不要追 因为 好像今天已经12天了 观景币 应该今天 明天就结束了 明天你不要追 如果你没有沿通 建议你明天不要再追了 明天不要追 明天建议各位就不要追了 那当然我们持有就续报 就续报 今天又一根涨停 四根了 沿通 第四根涨停板 所以你看 这标股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一档接一档 蛮精彩的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这档是哪里档中佑 中佑更厉害 中佑真的很厉害 从起账来算的话 我们这里抠的嘛 从起账点来算 刚好100% 起账那天收16块3毛5 礼拜二那天 最高32块7 刚好一倍 刚好一倍 刚好100% 就是16万 可以变32万嘛 对不对 那100万 变成200万 多久没多久 大概一回月多一点 所以这就是 买强势股能 开心的地方 这就是开心的地方 这是成就感啊 哇塞 一路这样喷上去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 你应该 学习的地方 如果老师我是小白 我学不来 很简单 我常说 因为 要成为超班手 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一处可及 你必须在市场 经过几次多空循环的经验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只要把我们的系统带回去 这个从一般投资人 变成超班手 红沟啊 你有了 App 你就直接跳过去了 你就可以从一般的投资人员 很快的 进步成为超班手 你就照做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那中佑呢 今天没有再创新高 不过100%很精彩 非常精彩 来 那波尔薇 礼拜二也有人问 老师波尔薇怎么办啊 怎么看 波尔薇这里冲上去之后呢 这两天拉回 哎呦老师怎么办 这两天其实外资买爆了 拉回来找买点就对了 没有平仓序话之前续报 没有平仓序话之前 你就续报就对了 拉回来两天顶多三天啊 三天内不转强 他就不够强 我只能这样说 他就不够强 那可能明天后天 只要今天的高点过了 明天下礼拜吧 因为明天下礼拜五了 如果过了 今天的高点 可能转折就出现了 可以特别关注 留意一下 因为 报大量黑黑之后 这高点 我认为蛮有机会 会过的 所以你看 买在盘整区 是不是很容易 卖在起账点 我相信 你很多这样的经验 那应该怎么做 买在起账点 迅速脱离成本 你就报得住了 看一档 接着一档 是不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前顶来 买在起账点 抱他一段 三根停板 前顶三根停板 哎呦老师这两天拉回了 这两天拉回有影响偷偷走势吗 没有 当然就续报 还在手上 对不对 那 来 联雅呢 老师联雅拉回 三角形跟的箭头 冲了一段 冲了32%之后呢 一根停板 老师下来了 有影响偷偷走势吗 没有 就续报 对不对 买在起账点 脱离成本 你就续报 那高点 我们不预设立场 对不对 这档是哪一档 来富士达 富士达1月5号 富士达你看 涨了涨了几吧 新春侯满点 涨到749 因为我们放廉价的时候 加入 MHCI的 小型股 那个地方你才追 这里为什么不买呢 所以我记得直播的时候 从749点到650 大家吓了半死 可是你看 如果买了400多块 不到400喔 这里不到400 这里收400 这里都300多块不到400 对不对 到现在呢 当然续报啊 当然续报啊 因为远远脱离成本 你看 80几% 远远脱离成本怕什么 我们不可能卖最高点 但是卖了转弱点 一个波段 三成五成八成 这样就是赔钱了 3%5%8% 你这样会不会赢 当然赢嘛 当然赢嘛对不对 而且 我们 成功几率又超过7成 所以这个就是 操盘手的逻辑 来 这条是 旺系 旺系几根停满 三根 三根停满之后 建高点拉回 哎呦老师 没差你买到这里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档一档 人性的弱点是买对抱不住买错舍不得 那怎么做呢 买对抱住买错舍得 你就成为大赢家了 那怎么做啊 APP带着 所以 你看 即使各位你不了解 我们团队的权力资源 绝对胜过你单打独斗 这些股票 在节目里面说的 我们都有抠讯 对不对 来 亏盈 几根 三根停满 61%还在 对不对 还在啊 没有破线了 还在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有买有卖 真的轻松自在 举例来说 文业 我说文业 这里不要再追了 也没心转付了 这里买进去 这里不要再买啦 我建议不要买了 其实这里有涨 我建议不买 我们就等着平仓 或者 老师获利可不可以先平仓 可以 你如果有文业 你可以先平仓 找新的标的 那亚细呢 亚细我说了 这里平仓需要出来 这两天台上去我也没有了 对不对 你看亚细下来了 所以这一段 亚细你应该买在这里 卖在这里 就那么简单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是不是 趋吉避凶的法宝在哪里 就是自负赢家APP啦 富士达87% 来 昆赢61% 你都看得到 每天都追踪的 是不是 来 中有五根停板 中有多少 几八% 刚好涨一倍 刚好一倍 100万变200万 真的很开心 好强 沿通呢 59.4% 对不对 沿通今天第四根 第四根涨停 中芯店 看今天的 开心吧 中芯店 第二根涨停35% 对不对 身为能源第二根涨停 是不是 我已经把 最复杂的选股 卖出的动作 简单化了 我已经把最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了 跟着大师的讯号 你的操作 可以 很轻松 举例来说 三角形跟着箭头 对不对 这哪一档 三角形跟着箭头拉回来 我真的 我买股票不太喜欢追高的 有拉回来 今天几跌 早买点 今天几跌 我们今天早买点 所以 这档股票 你要跟上脚步 平台这里刚突破 跳空突破 今天回撤这个 前波高点 他不是有机会吗 今天杀下来 就找机会 我们今天进场 所以跟着我们赢家的脚步 跟着赢家的脚步 这副APP 负责选标股 各位呢 各位你负责什么 各位你负责 数抄票就对了 你的选择 真的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 每天在盯盘 在操盘的 操盘手 你每天的工作 就是找标股 那最简单 你就把 筹码大师的APP 带回去 那各位如果你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 讯息带到 好股票出现好了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 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抽码大师最贴盘的资讯哦